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个资料里面台北市的台 是不是小写台 我们应该到恢复成资料整理嘛 是不是应该都要把它变成正式的写法 所以呢开发人员聚集 在县市转换这边编辑 一样继续加写写什么 对这样会会比较好一点 就是说这边有台北市小写的台 改成大写的台台北市 然后台中不用改 但台东要改 台东县 台东县要改成 大写的台 东县 还有还有什么台南市改了 没了就只有这两个 其他都写好了 所以呢我们再去做一次聚集的执行 是不是又把什么台北市这些全部都改好了 现在多写两个 多写两个 取代 好 谢谢大家